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节具体税种的会计核算 在本章之初我们就和大家呢说过 在本章的会计核算中 我们将与呢具体税种联系紧密的核算 放在第二大部分重要支点经讲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中呢进行介绍 因为呢我们将希望呢是将财 也就是你的账务处理税 那么也就是说呢税收的规定 以及呢税款的计算交纳 甚至于呢这个发票的呢这个开具 那么以及呢纳税什么本的填写 那个结合在一起来进行了介绍 因为这是呢咱们涉税服务实务考试的呢最主要方式 这是我们呢提前做一个呢说明 所以呢本节内容比教材内容呢相对来讲要简单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看本节的呢五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是增值税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 专栏呢咱们涉及到了呢应交增值税 有呢六个借方专栏有四个代方专栏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商业零售企业增值税的呢核算 对于呢商业零售企业之所以把它单拿出来 是因为呢商业零售企业它的库存商品的核算 注意它的库存商品的核算是采用的呢什么方法 采用的呢是那个售价负责之 以零售价而且是含增值税的零售价来核算的库存商品 那此时它的呢按商品的零售价核算的库存商品 与不含增税的进价中价的差额 进入呢商品进销差价之中核算 那就会产生呢一个比较特殊的科目 叫做商品进销差价 这是呢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增值税与会计券收入的呢差异及调整 这个内容其实我们主要会在呢 第二大部分重要支点经讲中做介绍 这里边呢先简单的开个头 第四个内容是出口退市的呢核算 这两年呢随着教材调整 咱们出口退市的核算 已经日趋简单 所以咱们的讲解也会呢 这个简化讲解 这讲出口退市的核算 第五一个是其他税种的核算 我们从这么五个方面来介绍呢 这个具体税种的会计核算问题 首先第一大问题是最重要的 增值税会计科目 及专栏设置 我们呢在第一节就曾经说过 在应交税费之下 一般来讲一个税种 一个呢二级明细 但是呢增值税比较特殊 由于呢他的核算相对复杂 所以在应交税费下边 设置了与增值税核算有关的 一共是十一个二级明细 这十一个二级明细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哪个辈分呢 这是儿子这一辈的 那这是这个应交税费 这就是什么 这是父亲 那下边你的呢 这个增值税这个角度 他呢在应交税费下边 有十一个儿子 这十一个儿子一定要分清 哪个是二级明细 这是二级明细 哪个是三级专栏 那么二级明细 有应交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 他下边还有十个专栏 那么也就是说 他有孙子 这是应交增值税 分清哪个是二级 哪个是三级 这是二级 你看第二个 未交增值税 第三 预交增值税 第四 代抵扣进向税额 第五 代认证进向税额 第六 代转销向税额 第七 增值税留底税额 本身增税留底税额呢 随着咱们银改村的结束 已经逐渐的呢 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突然间 2022年 咱们国家加大了 留底退税的呢 力度之后 咱们的增值税 留底税额 这个科目 开始起死回生 又欢发生机了 那我们呢 就是有一个增值税 留底税额 下边 减一计税 注意呢 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减一计税 与小规模纳税人 减一计税 在会计核算上 有什么不同 那么增值税 一般纳税 一般计税 和减一计税 在会计核算上 有什么不同 这是呢 减一计税 下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值税 这是呢 第九一个 第十 代扣代交增值税 第十一 那么是增值税 检查调整 一共呢 咱们十一个 二级明细 注意 这十一个 二级明细 那这是呢 咱们增值税呢 会计科目的呢 这个设置 还有呢 下边 应交增值税 这个呢 儿子下边 还有十个 孙子 那这里边 所以我们下边 要一一来讲 这十一个 二级明细的呢 事情 首先第一个 最受重视的 应交增值税 那么应交增值税 这个明细 科目下边 设了十个 专栏 一定要注意 这叫什么 这叫专栏 专栏是几级 专栏是三级专栏 分清哪些是 二级明细 哪些是三级专栏 专栏有一个特点 那么 你它是 借房专栏 老老实实的 在借房待着 那么它是 带房专栏 老老实实的 在带房待着 比如说 这个借房 假设这是女儿 那么 这女儿 这是儿子 你不能 中间给人家 变性 所以呢 女儿老老实在 借房待着 那么儿子老老实 在带房待着 那么咱们 这么举个例子 对于呢 三级专栏来讲 它有呢 两句话 哪两句话 第一个 叫做不结账 什么叫做不结账 这些孩子 相当于 应交争执税下边的 没有成年的孩子 他自己呢 不能调价过日子 所以呢 自己不能呢 负有独立的法院责任 因此呢 他不能结账 那么 这个第一个 不结账 第二个是什么 是 这个 不串门 不串门什么意思 不串门的意思 就你借房专栏 老老实在借房待着 带房专栏 老老实呢 在带房待着 大家会说 哎 老实呢 不结账 那么月度终了 咱们结账的时候 怎么办 那么 他呢 都没有独立的民事 责任能力 那怎么办 由他的父母 来结 所以呢 借房带房的余额 是通过呢 这个 转出位交 或转出位交增税 那么 转到哪去 转到位交增税里边 是咱们一大家族 直接呢 一块算 他这么样的概念 那 借房专栏 一共有几个 有六个 那么 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抵减 注意呢 这个 哪些是借房专栏 哪些是呢 带房专栏 第二个是 销项税额抵减 第三 以交税金 第四 减免税款 第五 出口 减减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 第六 转出位交增值税 那么一共呢 有这么六个专栏 这是借房专栏 那带房专栏有几个 带房专栏有四个 是销项税额 出口退税 进项税额转出 转出多交增值税 这是呢 借房专栏和带房专栏 我们要让大家分清 第一 哪些是二级明细 哪些是三级专栏 三级专栏中 哪些是借房专栏 哪些是带房专栏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十个专栏 第一个专栏 是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 它用来记录核算什么 用来核算呢 企业呢 购入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那么所取得的 所支付负担的 准于从销项税额中 抵扣的进项税额 那么准于抵扣的呢 这个进项 对于呢 进项税额这个专栏 大家呢 要注意 它是一个借房专栏 那么只能出现在借房 所以呢 你购入的时候 支付负担的呢 进项税额 用蓝字登记 蓝字登记 也就正常记账 那如果呢 产品质量不合格 你要退货 退货的时候呢 你进项税额呢 要减少 你减少的时候 是不是就带 应交是非 应交登税 进项税额 错 不会出现的 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出现了呢 这个退回所购货物 应冲销的呢 进项税额 注意 仍旧是在借房记账 只不过是用红字登记 咱们用什么登记 用红字登记 那我们来看一道 小的呢 立体 2023年4月 某企业将 2023年3月 原购进的 富汉税价3000 增值税额 390的原材料 退回呢 销售方 那么请问 如何进行的账号处理 你前边在买的时候 你借原材料3000 借应交税费 应交登税 进项税额 390 带了呢 比如说银行存款 3390 或你带了呢 咱们的应付账款 3390 那现在你退货了 怎么办 直接把前面的 红字冲掉 所以你看 咱们的账号处理是什么 借原材料 这是红字 那么3000 一定要注意 这是红字 下边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这又是什么 红字的 390 那紧接着 咱们 如果前面付的钱 那你现在的钱回来了 咱们呢 红字 带银行存款 3390 这是红字的 如果是呢 没付钱呢 那咱们 红字带应付账款 3390 总之 就是上个月 你怎么记的账 这个月 怎么把它 红字冲掉 注意 近向税额 是借方专栏 只能出现在借方 不能出现在代方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 近向税额 第二 销向税额抵减 这也是用什么 这也是借方专栏 也是一个 借方专栏 那么销向税额抵减 它是在呢 盈改增之后 增加的呢 专栏 它用来记录什么 用来记录 一般纳税人 在采用 一定要注意 是一般计税方法的情况下 差额纳税 而减少的 销向税额 也就是说 你要用到销向税额抵减的话 首先 增值税 它怎么交的 是用一般计税方法 而不是用 减易计税方法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差额计税的时候 差掉了销售额 由于差掉销售额 会使得 销向税额减少 那么你减少的那部分 销向税额 咱们用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向税额抵减 来记账 那么这里边 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在减易计税方法下 差额纳税 如何处理 那么对于呢 减易计税 大家要注意 你看啊 如果我是 一般纳税人 我是 一般纳税人 我采用了 一般计税方法 它是一个 差额计税 那么此时 咱们呢 应该通过什么核算 应该通过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向税额 抵减 我这简单些 销向税额抵减 来核算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他是一个 一般纳税人 那么采用的是 减易计税方法 那他如果此时是 差额计税的话 他减少的税额 要用什么核算 那这里边 我呢 先留一个小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这里边 一会儿会给大家回复 后边还会给大家讲解 这一个 下边如果是 小规模纳税人 如果是 小规模纳税人 那么他用的是 减易计税方法 他采用呢 差额计税的方式 而减少的应纳税额 又用什么核算 这都是不一样的呀 那此时 如果你是一般纳税人 采用减计税方法 差计税的话 他呢 减少的消下税 减少的呢 不能叫消下税额 是减少的税额 咱们应该用 应交税费 减易计税核算 他用减易计税核算 而如果是 小规模纳税 减易计税方法下 他的差额计税 则是要用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来进行核算 也就是说 同样都是差额计税 但是呢 对于不同的纳税 对于呢 不同的 这个 呃 计税方法 他的呢 这个 核算科目 用的是不一样的 这是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要进行的 对比来学习 这是一个 那下边 对于呢 一般纳税 采用的 一般计税方法 情况下 他的差额计税 咱们 他的账怎么做 应该是呢 借 减易议成本等等 那么下边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向税额抵减 你的应交税费 在借方 说明你的呢 纳税要减少 贷方 纳税要增加的 那紧接着 我呢 要贷银行存款 或应付账款 举一个小例子 比如 我是一家 经济代理公司 我是一家经济代理公司 我代理报官 我代理报官 收了呢 三十一万八千块钱的 这个代理费用 那么这还增税的 下边 我把呢 这个 假设说 是十点六万 交给了呢 政府 做呢 这种 呃 就是交的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此时 我为了这笔报官 那么我 花了 我交给政府的呢 呃 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是十点六万 那么这时候 我怎么积诈 我应该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应该是十点六万 除以一点零六 下边 咱们呢 这个经济代理 可以插掉 呃 可以允许插击税 用收取的全部价款 价位费用 允许插掉呢 咱们所 呃 收取的 并支付的呢 这个 你向 委托方收取的 并带其支付的 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后 收费后的余额来拿税 所以呢 你插掉的一部分钱 咱们相的税款 那么就是十点六万 除以一加 百分之六 再乘百分之六 那么这一块 六千块钱 咱们寄到哪去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向税额抵减 然后咱们带银行存款 十点六万 它这么样的呢 一种寄账方式 这是呢 账务处理 下边咱们呢 要注意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 进向税额 现边 咱们现在又讲了 销向税额抵减 咱们要注意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向税额抵减 和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进向税额 它有呢 什么样的相同之处 和不同之处 那么首先 销向税额抵减 核算的是什么 核算的是 由于 差额纳税 减少销售额 而减少的 销向税额 它是减少销向税额 那么 进向税额 核算的是什么 你取得了 合格的增税扣入凭证 而可以抵的呢 进向税额 这一个是 减少销向 一个是呢 增加可以抵的进向 这是两者的呢 这个差别 它俩的相同之处在哪 它俩的相同之处 在于 那么 两者的效果都是相同的 目的都是呢 要达到降低增值税呢 负担的呢 效果 那么 其中 你增值税呢 是用销向税额 减去 进向税额 来计算的 那么销向税额抵减 它会使你的销向税额减少 你的英纳增税减少 而进向税额抵扣 它会使你可底的进向税额增加 是应那增税减少 所以呢 两者虽然路径不一样 但最终的结果 都是呢 降低增值税的呢 税收负担 这是呢 相同之处 那么不同之处又在哪 不同之处 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你要想抵击一项 必须取得合格的增值税扣税凭证 合格的增值税扣税凭证有哪些 比如说增值税专用发票 比如说机动车销售统计发票 比如农产品的收购发票 销售发票 那么旅客运费发票等等 那么咱们呢 这是可以抵进向的 这是必须取得合格护士凭证 才能抵进向 否则不能抵 而销项税额抵减 它不需要你必须取得什么 专票啊 农产品收购发票 销售发票等等护士凭证 只要你取得的发票或凭证合格即可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开发的产品 那么如果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话 它可以用呢 所收到的全部加款加用费用 减去我们呢 所支付的土地加款之后的余额来计税 那么你土地加款是支付给政府部门的 你支付给政府部门的土地加款凭据 它不是专票也不是什么呢 这个扣税凭证 而是什么 而是政府开的财政票据 那么这种财政票据 它可以呢 是做销项税额抵减的 只要它是符合规定的 这就OK 那这是第一个 之所以会有销项税额抵减 原因在哪 原因就在于在全面引改增之后 有的业务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企业 你支付给政府的土地加款 你是拿不到扣税凭证的 拿不到扣税凭证 抵不了金项税额 咱们就会增加纳税的税收负担 所以咱们怎么办 所以呢 咱们让你呢 那个没法抵金项 我让你呢 做销项税额抵减 让你做插入纳税 这是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 两者的账务处理不同 你要抵金项 咱们借的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净项税额 而如果你要做销项税额抵减 咱们做账务处理是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两者都在借房 都可以降低呢 纳税的税收负担 但是呢 他所用的专栏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账务处理不同 这是第二个 第三 纳税申报表的填写不同 你尽向税额抵扣 需要填的什么 需要填的是 负列资料2 就增值税呢 及附加税费的呢 纳税申报表中的负列资料2 本期尽向税额明细 建议大家 最好呢 在国家售总局的网站上 那么下载呢 咱们的增值税呢 纳税申报表 或者是 您扫码咱们的图书 来呢 这个下载 或者是呢 来看一下咱们的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的呢 这个纳税申报表的 附列资料3 是服务 不动产和无形彩 扣除项目明细 所以你看 两者最终的效果 都是降低了增值的负担 但是呢 他所用的凭证 战务处理 填写申报表 是有所不同的 这两者的不同之处 这是我们的 第二个呢 这个 专栏 是肖像税额低渐 第三 已交税金 对于已交税金 大家注意 那么他和应交税费 未交增税的呢 差别 已交税金 他核算的什么 两个当月 哪两个当月 当月交纳 当月的增值税 一定要注意 两个当月 如果呢 退回你多交的增税 咱们就用红字登记 因为呢 咱们一直说 借方专栏 老老是在借房待着 那么你是女的 你就老老是在女生那边待着 别边信 对不对 你是男的 在男方那边待着 别边信 那下边 咱们呢 这个当月交当月的呢 增值税 那么是用已交税金核算 大家呢 要注意 这个已交税金 和预交增税 和 咱们的未交增税的差别 我们后边呢 都会逐渐介绍到 那么用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以交税金呢 来核算的情形 包括什么 第一 辅导期一般纳税 需要增购发票 现在辅导期一般纳税很少 但是呢 如果有辅导期一般纳税 他呢 发票有定量 他 发票量呢 没够 他需要增购发票 怎么办 增购发票呢 他把已经开的发票 那么按照一定比例 比如说3% 那么来把呢 增值税款交给市众机关 这就会出现本月交本月的呢 增值税 通过以交税金核算 第一个 第二个 以 那么一天三天 五天十天 十五天 也就是说 以不足一个月为一期 交纳增值税的 那么你比如说 你以十天为一期 交纳增值税的 那你在呢 比如说15号的时候 要交纳本月 一至十号增值税 这就会出现 本月交本月的增值税 咱们也需要通过 以交税金核算 一句话 本月交本月 或者叫当月交当月 咱们呢 通过以交税金核算 那下边 如果是当月交上个月的增值税 怎么办 你看啊 如果是本月交本月的 咱们是借应交税费 以交税金 但一行存款 如果是这个月 我交上个月的增值税的时候 咱们应该是 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咱们用什么核算 用未交增值税核算 那么但一行存款 本月交本月 和本月交上月 它所用的核算科目 是不一样的 来看一道 小小的呢 问答题 12月15日 那么这家企业交纳呢 12月1号到10号 应该交的增值税 10万 如何做账务处理 当月交当月 咱们怎么做呢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以交税金 10万 第一个 那么带什么 带银行存款 10万 如果是 那么12月15号 交11月份的增值税 你倒是一样 12月15号 交11月份增值税 咱们此时的 张网处理是 借应交税费 那么未交增值税 10万 带银行存款 10万 注意呢 两者会有所不同 这是呢 以交税金 再说一遍 以交税金 是当月交当月的增值税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减免税款 减免税款 反应企业按规定 减免的呢 增值税税款 那你在呢 这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借房 或者是可抵的金项 或者是呢 你想出的优惠 或者是你以交代的增值税 那下边你看 反应企业按规定 减免的增值税款 那么企业按规定 直接减免的增值税税款 咱们应该呢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那么 带呢 损益类的相关科目 比如说 其他收益 或者营业外收入 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 咱们记到其他收益里边 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 咱们记到营业外收入里边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个 下边 企业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 专用设备 你的呢 什么金税盘呢 报税盘呢 等等 那么所支付的费用 以及每年交纳的技术维护费 你每年要交 一个是初次购买 一个是呢 买完之后 每年要交技术维护费 允许在增值的应大税额中 全额抵减 什么叫做全额抵减 全额抵减 也就是说 你买这东西花了 这个1000块钱的价款 130的增值税 一共花了1130 这时候 不是单允许你抵 130的净下税额 而是1130 允许你全额抵减 那全部从 增值税款中抵减 为什么 因为国家让你装防伪税工系统 目的是为了监控纳税人 那这个监控的钱谁花 应该国家用税款花 所以咱们允许你呢 这个在税款中做全额抵减 那此时允许做全额抵减的话 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款 咱们应该是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减免税款 这对于一般纳税 那么采用这种记账方法 如果是呢 小规模纳税的话 则是没有专栏 直接就是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的科目 但相关科目 这个账务处理 大家呢 你先把它留个问题 具体账这么做 我们后边呢 还会讲纳税是帽表怎么填 咱们后边呢 也会给大家讲 这是呢 我们的减免税款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一个 是出口抵减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 这个内容 我们会在呢 出口推税中来做讲解 这里边简单做一个介绍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 它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起出口销售呢 这个产品之后 我出口企业 那么销售呢 货物之后 向税务机关呢 办理免底退税申报的时候 计算出来的免底税额 什么叫做免底税额 免底税额等于免底退税额 免底退税额 是呢 这个咱们的退税的最高限额 免底退税额 减什么 减应退税额 这得到的是免底税额 得到免底税额 咱们根据呢 免底税额 借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 你看 借咱们的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 这是按照免底税额 来记账的 那么下边带什么 带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用什么核算 用呢 退税的最高限额 来核算 那这个账不全 我们后边呢 还要在出口退税中 给大家讲呢 更全面的一个核算 这是呢 第五一个 是出口底件 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 下边第六一个 转出未交赠税 到了月末了 我应该把呢 应该交没交赠税 从应交赠税中 转到未交赠税 你看 他用来核算 月度中了 转出应交未交赠税 他的账务处理 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的账务处理 当你月末 你的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出现代方余额的时候 比如说 你呢 这个借房是一万 贷房的金额 是一万五 那么说明 你有贷房余额五千 你需要交赠税五千 这时候你的账 怎么做 这时候你的账 借应交税费 那么应交赠税 转出未交赠税 然后贷应交税费 未交赠税 他是呢 这么样的一个核算 对于呢 这个内容 我们来看呢 一道小的例题 某企业增值税账户的贷房销项税额是三万 借房的迹象税额是一万六 说明 我有呢 贷房余额一万四 也就是说 我当月应纳增税是一万四 月末 我这账怎么做 月末 咱们这账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出未交增值税 那么你看 这一万四 那下边 大应交税费 未交增税 一万四 这时候 大家你可以看看 应交增值税 这个 这一辈里边 是不是屏障了 那你看啊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下边 有借房 有一个近向税额 是呢 一万六 有一个转出未交增值税 有一个一万四 然后 贷房里边 有一个应交税费 要增税 肖像税额 有一个三万块钱 那这时候 大家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家长 是不是屏障了 这个家长 他是不是借房三万 贷房三万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什么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 下边的专栏 什么近向税额 肖像税额 这些专栏是不屏障的 到什么时候再屏障 到他的二级名系 应交增税 在屏障 那么他呢 正好是借房三万 贷房三万 平了 那把这个金额转哪去了 转到未交增税了 转到未交增税 下个月再交上月的增税的时候 咱们的账怎么多 下个月再交增税的时候 咱们的账应该是 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税 那么一万四 带银行存款一万四 这就OK了 这是呢 我们的这个六个借房专栏 好 现在咱们先不忘下讲了 大家跟我迅速的回忆一下 六个借房专栏有什么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下部的六个借房专栏 有 近向税额 销向税额抵减 那么 以交税金 减免税款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还有呢 转出未交增税 这六个呢 借房专栏 咱们呢 一定要把它 给搞清楚了 这是六个借房专栏 那么 这是呢 咱们的前六个 这个女儿讲完了 来看儿子 儿子 有四个带房专栏 这四个带房专栏中 领头老大 销向税额 销向税额 那么 记录什么 记录呢 一般纳神发生应税行为的时候 应该收取的增值税顿款 那这是呢 消消税额 如果你的产品被对方退货了 被对方退货 你应该充减消消税额 这时候充减的消消税额 能不能去借房充减 不能 带房专栏 只能老老实的在带房待着 别跑到人家借房去 所以呢 他只能用 只能在带房 用红字 充减 所以 咱们呢 一定要注意 借房你退货 你把买的材料等等退货 那么冲的呢 这进向税额 在借房用红字冲 那么你被别人退货 你冲的呢 消向 也只能是呢 在带房用红字呢 来冲 这是大家呢 要注意的 我们来看呢 一道小的题目 这个某企业原销售的不含增税价格是1万 交向税额1300的呢 货物被退回 假设已按税法规定 开了红字 增税专业发票 退回时 如何做账务处理 你当时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借银行存款 混应收账款 1万1300 带主营业务收入 1万 那么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消向税额1300 这是原来 你现在被退货了 怎么办 那么把原科目冲掉 原来账务处理冲掉 所以我这里边借银行存款 那么是红字的1万1300 那么下边我红字带主营业务收入 1万 红字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消向税额1300 同时要充减相应的成本 那么红字借主营业务成本 红字带库存商品 这是呢 咱们退货 要用红字在带方充 消向税额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七个专栏 第八个专栏 出口退税 我们仍旧呢 是在出口退税呢 这个内容中讲 这里边子座简单介绍 出口退税呢 它是按照咱们的 这个退税的最高限额来记录 退税的最高限额是什么 是免底退税额来记账 也就是说 这个专栏记录了什么 是企业出口 是用零税率的货物老五服务新资产 出口后 凭着呢 手续 向税务机关呢 申报办理呢 退税的时候 它计算的免底退税额 免底退税额 也就是退税最高限额 那么它的账务处理应该什么样的 它的账务处理应该是 你看 免底退税额 是10万 这10万 这10万 接到哪去 这退税的最高限额 接到呢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出口退税的 贷房区 那下边应退税额 8万 这应退税额8万 咱们应该记到 应收出口退税款 增值税里边 有8万 免底税额2万 应该接到哪去 免底税额2万 咱们应该记到 那么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出口抵减 内销产品 应骂税额之中 所以他的账务处理是 按照应收的 出口退税款 借应收出口退税款 那么增值税8万 那么按照呢 这个免底税额 借呢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出口抵减 内销产品 应骂税额2万 下边我们呢 按 退税的最高限额 那么 代 咱们的呢 这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出口退税 10万 这是呢 咱们的一个账务处理 这个账务处理 我们会在呢 后边讲出口退税时 再给大家呢 介绍 这是出口退税呢 这么一个专栏 第九个 进向税额 转出 进向税额 转出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你已经抵扣了 进向税额 后边 由于发生了 变动 或者发生了 非常损失 不允许抵的呢 税额 咱们 要进行转出 进行转出呢 要通过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进向税额转出的 代方专栏 来进行核算 对于进向税额转出 具体分成 四种情况 具体分成 哪四种 第一个 已经抵过 进向税额的 外购货物 等等 改变用途 那么 你抵过进向了 你现在的改变用途 用于 不得抵扣 进向税额的用途的时候 要做呢 进向税额 转出处理 这时候呢 咱们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那么 举一个呢 小例子 比如说 某一个商场 在2023年的6月 将2023年5月 从外边买的服装 是10万块钱的服装 用作呢 集体福利 那么当时呢 你5月份呢 买的这服装 已经抵过进向了 现在咱们应该如何作账 你用作职工福利的话 咱们应该借应付职工薪酬 那么 非货币性福利 这是多少 是 你买进服装价格是10万 加上 转出的进向税额 1万3 所以 咱们呢 这个数字是 11万3 第一个 第二个 带什么 带库存 商品 10万 那么下边 你将呢 外购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进向税额不能抵扣 所以咱们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转出 是多少 进向税额转出 是1万3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第一个 是以抵进向税额的 外货物改变用途 用于不能抵进向税额的情形 咱们做的呢 转出 第一个 第二个 是再产品 产成品 不动产等等 发生了 非正常损失 什么叫做 非正常损失 指的是呢 因为管理不善 造成货物被盗丢失 煤烂变质的损失 以及呢 因违法造成呢 这个货物被依法没收 或者呢 你的不动产等等呢 货物不动产等等 被依法没收 销毁 拆除的情形 这叫做呢 非常损失 非常损失 那此时 他所用的呢 进向 就要作用的 转出处理 那此时 他的账如何做 此时的账 应该是 借贷处理 财产损益等等 相关的科目 这是贷处理财产损益 那么下边带什么 带呢 你的护存商品 如果是呢 产生品发生损失 带护存商品 如果是呢 再产品发生损失 咱们带 生产成本 那么如果呢 是咱们的原材料 发生损失 带原材料 如果是棍材发生损失 带棍材 那下边 你带什么 带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那么进向税额 转出 这是呢 通过进向税额 转出 来进行核算 这是第二个 下边第三个 生产企业 出口自产货物的 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那么不得免征 免征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我们也会在 出口退税中 给大家讲 什么情况下 会出现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当你的 这个 出口货物的 征税税率 和退税税率 存在差额时 比如说 它的征税税率 是13% 退税税率 是10% 那此时 咱们要用呢 净出口额 乘以 征退税率之差 来计算呢 免抵退税 不能免征和抵扣税额 那么免抵退税 不能免征和抵扣税额 咱们应该是呢 增加出口的成本 所以咱们的账务处理是 借主营业务成本 但 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进向税额转出 那么 也就是说 由于出口货物 征退税率 存在差额 咱们要做呢 进向税额转出 转出的进向税额 增加了出口的呢 成本 所以咱们借 主营业务成本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三种情况 第四一个 对符合条件大选 它可以向呢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 留底税额 留底税额 2022年的4月1号 咱们国家 大范围的扩大了 留底退税的范围 那税务机关准许呢 留底退税时 咱们呢 应该做 进向税额转出 这账怎么做 首先咱们在呢 这个 电子税务局里边 你要申请 咱们要做呢 这个留底税退税 税务机关审批的时候 税务机关批了 给你做留底退税的时候 咱们按照批准呢 它的金额 应该是 借应交税费 增值税 留底税额 一定要注意 它用的二级明细 是增值税 留底税额 是二级明细 那么带什么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转出 为什么用进向税额转出 什么叫留底税额 消向税额 小于进向税额 咱们呢 那部分 做留底税额 那现在你的留底税额 是在 那么进向税额里 留着 现在我都给你退了 我既然都给你退了 以后还让不让你再抵扣了 当然不能让你再抵扣了 所以 我准于你留底退税时 咱们应该是借应交税费 那么增税留底税额 那么带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进向税额转出 等到呢 你收到税务机关 给你退还的呢 留底税额时 咱们应该借什么 借一哈存款 来了真金白银了 借一哈存款 带什么 带应交税费 那么增值税的留底税额 那么这是呢 咱们要带的 那个是呢 应交税费 增值税的留底税额 也就是说 用留底税额搭这个桥 如果不搭这个桥 咱们把桥给拆了 什么结果 把桥给拆了 就相当于借银行存款 带应交税费 应交税的税 进向税额转出了 对吧 税务机把税退给你了 那么以后 当然不允许你在抵扣 这是呢 咱们的第四一个 这是呢 进向税额转出的 四种情况 这是我们的 进向税额转出 这个专栏 是带房专栏 那么在进向税额转出时 大家要注意 我转出时 是按照 抵扣时的 税率或扣除率 做转出 而不是按照 转出时的 税率或扣除率 做转出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意思 比如说某企业 2017年 买进了一批货物 当时买的时候 税率17% 现在呢 由于发生非常损失 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那么现在的税率是13%了 我想问大家 是按照17%做转出 还是按13%做转出 当然按17% 你当时抵扣了多少 进向税额 你现在转出时 就按什么来转出 也就是抵扣多少 现在就要转出多少 这是呢 按照抵扣时的税率 扣除率做转出 而不是按照 转出时的税率 或扣除率做转出 这是呢 我们的这个 对于呢 进向税额转出 我们做的呢 四种情况说明 和呢 转出 它的是按照 这个抵扣时的税率 或扣除率 做转出 这是呢 我们的第九个专栏 那么对于呢 这个专栏 我们看一道多选题 下列业务的会计核算中 需要通过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进向税额转出科目 核算的有 哪个通过呢 进向税额转出科目核算 A 一般纳权将外购的货物 改变用途 用于集体福利 你将外购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进向税额不能抵 如果原来抵过 现在呢 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选上B 一般纳权将外购材料 用于基建工程 你将外购材料 用于基建工程 进向税额可以抵扣吗 可以抵扣 那么需不需要做转出 不需要做转出 选上C 一般纳权将自产产品 用于股东分配 你将自产产品 用于股东分配 适通销售 适通销售 有销下税额 你生产这产品的进向税额 有没有允许抵 允许抵 要不要做转出 不要做转出 这选上C 选上B 一般纳权的产成品 因管理不善 造成非常损失 造成非常损失 它的进向税额不允许抵 如果抵过了 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选上E 一般纳权将委托 加工收回的货物 用于个人消费 一般纳权将自产 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或个人消费 应该适通销售 适通销售 就有销项税额 有销项税额 相对进向税额 就要抵扣 就允许抵扣 允许抵扣 就不需要做转出 所以 那么这道题 我们可以简单的改为什么 简单改为 下来的情形 需要做进向税额转出的 是谁 是选项A D 分清哪些进向税额允许抵 哪些进向税额不允许抵 这是第九个专栏 进向税额转出 最后一个专栏 转出 多交 增值税 也就是说 你把增值税给交多了 那么要转出 转到哪去 转到未交增税时 那么他用来核算 一般纳权 月度中了 转出多交的增税 这个多交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真金 白银 多交 指的是 真金 白银 多交 增值税 这是呢 大家要记住的 四个字 那么他核算情形 分成呢 这么几种啊 第一个 如果 这家企业 进向税额 大于 消向税额 比如说 进向税额 是一百万 消向税额 是八十五万 那这时候 他当次定大税额 是负的十五万 那这个负的十五万 我就出现了 应交税费的 借房 是一百万 贷房 是八十五万 有借房余额 十五万 那么这部分 会形成 那么流底税额 流底税额 月末 你由于 进向税额 大于消向税额 形成的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的 借房余额 那么月末 不需要 进行账务处理 换句话来讲 咱们呢 这个要留在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的呢 借房 那么这叫 形成流底税额 下边 由于多预交税款 应该注意 由于多 真金白银的交税 你形成的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的 借房余额 那这是你真正的 那这是你真正的多交了 才需要呢 转出来 那此时你的账 是借应交税费 那么 未交增值税 待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转出多交增值税 在转出的时候 需要呢 按照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的 借房余额 于你已经交纳税款的呢 这个数额 哪个数字小 咱们按哪个做转出 这是呢 转出多交增值税呢 这么一个 转栏 我们来看了几个小题目 第一个 某企业2023年5月31日 增值税账户的 贷方的 肖项税额 是9万6 那么借房的 借项税额 是13万 也就是说 借房的进向 大于贷方的肖项 这是由于 进向税额 大于肖项税额形成的 我们刚刚说过 月末要不要做账务处理 不需要做账务处理 直接留在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的借房 这就形成了 留底税额 留在那就OK了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道题 第二道题 一道简答题 某企业2023年5月31日 增值税账户的呢 这个贷方的 肖项税额 是1万 借方的进向 是1万2 换句话来讲 它有留底税额 有多少 有留底税额 有2000 那么 以交税金9000 什么叫做 以交税金 以交税金 我们前面介绍过 是当月交 当月的增税 那么形成了 以交税金9000 此时月末 应该怎么做 首先 这企业的 应交税费 应交账税费的 借房 有一个1万2的进向 有一个9000的 以交税金 那么借房 是1万2 加9000 这是多少 这是2万1 下边 贷房是多少 贷房是1万 所以它的借房额额 是1万1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以交税金 只有多少 它以交税金 只有9000 那么我们刚刚说过 应该用呢 咱们的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借房余额 这是1万1 于咱们以交税金 这个9000 那么来比较 按照以交税金 9000 于应交增税的呢 借房余额 1万1比较 说明 你多交了增税 多交了多少 多交了9000块钱 那么那2000的留底税额 你仍旧留在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的呢 借房即可 所以我们的账务处理是 只转几千 只转9000 因此账务处理是 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9000 那么 但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出 多交增值税 9000 相当于你 真金白银 多交了9000的增值税 而不是多交了1万亿 因为那2000 是由于 近相 大于肖相 所形成的 这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这是我们的 第二个题目 下边我们来看呢 第三题 这是2017年的 一道呢 单选题 第二题目是 某企业为增值税 一般纳稳 根据税务机关规定 每五天 预交一次增值税 那么 每五天呢 预交 下边 2017年的3月 当期的进项 是40万 销项是90万 说明 他当期应该 交增值税是多少 说明他当期应该 交增值税 是90万 减40万 是50万 应该交50万 但是已经交纳增值税 是60万 他当期交当期的 交了60万 说明 他的已交税金 有一个呢 60万 那此时大家就可以看到 第一 已交税金 是一个60万的数字 那么 他的这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呢 借房 是有一个40万 那么 进项税额 有个60万的 已交税金 是100万 那么代房 是90万的销项 所以呢 他借房余额是10万 他借房余额是10万 用呢 已交税金 那么 当月交当月增值税 是60万 于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呢 这个 他的借房余额 是10万相比 哪个小 10万小 10万小的话 咱们相当于 你真金白银的 多交了多少钱 多交了10万块钱 多交10万块钱 所以月末 咱们应该把这10万 转到未交增值税中 因此 我们的账务处理是 借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10万 但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出多交增值税 10万 我们应该选答案 他说老师你不看后边选项目 这种分路题 如果是单选题的话 不要一个一个的看 他的备选答案 你越看备选答案越晕 那么你直接按业务 把那分路做出来 咱们就能直接选出的正确答案 这是按照呢 咱们的以交税金60万 与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借房余额 10万相比 哪个小按哪个 转到未交增值税里边 所以我们选答案A 这是呢 第三个题目 第四个题目 是一道呢 多选题 这道多选题 是2020年的考题 这道题目是 下列属于在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明细上 借房核算的专栏有什么 那这里边 大家呢 你要迅速的回忆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这10个专栏 这10专栏都有谁 都有呢 咱们的这个 进向税额 进向税额低减 那么等等 然后有消向税额 那么有呢 这个出口退税 有进向税额转出这些专栏 你要分清哪些是 借房专栏 哪些是贷房专栏 他问哪个是借房专栏核算 那么转出多交增值税 在哪个专栏核算 转出多交增值税 咱们应该呢 是在贷房专栏核算 那么是 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转出多交增值税 然后借房 对的是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那么随行B 那么减免税款 减免税款是借房专栏 C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贷房专栏 那么随行D 转出未交增值税 是什么 是借房专栏 那么随行E 进向虚弱抵减 是什么 借房专栏 所以呢 属于借房专栏的是B D E 那这考核 哪个属于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借房 哪是贷房 大家 您先 想一下 您还记得哪些 来咱测一下 我 其实这个页面后边 是有答案的 但我希望大家 跟我一起快速的回应 那么六个借房专栏 有谁 六个借房专栏 咱们按税序来说 第一 进向税额 第二 销向税额抵减 第三 已交税金 第四 减免税款 第五 出口抵减 内销 是咱们的 转出 未交增值税 这是咱们的六个 借房专栏 那么四个 带房专栏 有 第一 销向税额 那么第二 出口退税 第三 进向税额 转出 第四 转出 多交增值税 那么大家看一看 对不对 那么你一定要分清 哪些是借房专栏 哪些是带房专栏 这是咱们要严格分清的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应交税费下边的 第一个 这个二级明细 应交增值税 它有十个孩子 有六个女孩 四个男孩 这是第一个